台南市警二分局海安派出所副所長高德零等員警 9日上午11時45分巡邏發現民生路二段谷銀行之ADM機台前 30歲無姓男子神情緊張頭又張望 並手持提款卡重複提領千元大鈔 警方察覺可以上前盤檢 當場逮貨無姓車手持被駭人零款卡提領賬款 共15萬元 警方處無嫌身上起初15萬元賬款 警方在騎騎乘機車內查扣犯罪所得7萬元賬人 當場將他帶回醫社犯罪行李洗錢防治法等罪嫌者外 原警察被批款卡所有人並取得聯繫 並通知李姓被害女子到場 查志玲女一發會接獲詐團之位莊台南遞檢 數檢察官的電話 誤信假檢警的詐數話語 將其所有的存折 批款卡及密碼交給不明詐團男子監管 在9日接獲海安派出所遠景來電詢問史之招片 急忙到派出所配合調查 也在遠景迅速通報處之下 將其賬戶內500多萬元制積蓄及時圈存 以避免再招詐團領取 也讓被害人在三項遠景致謝 你抓不出來才讓你這樣 我們吃點茶 你已經抓過好幾次了 你還要當車手 本所日前接獲一名婦人報案稱 其於臉書認識一名自稱醫生的外國網友 因為相談甚歡 該名網友想要送禮物給婦人 但因為包裹遭到海關扣留 需要支付一筆費用給船運公司才能放行 於是該名婦人連續兩天自銀行提領現金數十萬元 當面交付與網友指定是船運公司人員 後該船運公司再度向婦人索取相關費用 婦人才驚覺受騙 於是在第三次面交時配合警方當場查獲一名年近七巡的 詐欺、車手並查扣其所有之手機、現金、建交地點、路線譜等證明 知道好不好 你應該知道找你幹嘛 那你也知道這個不能做 現在涉嫌詐欺判 將你逮捕 等一下就請你們配合 走走走 我再來發直到道 我可以 我可以 他自己走 我可以 樑然於巡後依違反洗錢防治法情法詐欺罪險 已請台北地檢署登辦 中山服務